之后基本上这个表单就OK了 至于说颜色、排列等等 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做变更没有关系 反正不一定要完全跟我一样 但至少是可以run的 run出来 可是问题来了 你将来如果这个做出来 你总不可能说叫人家直接在这边run 所以你需要什么 需要有一个按钮 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这边底下好了 要启动表单 然后让人家按下去之后 把表单给启动起来 可是问题要怎么启动它 第一个启动表单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按钮叫启动表单 所以有个按钮的话 我们要写一个什么呢 对应的sub 有没有 所以如果有个按钮叫启动表 写的方法 一先到visual basic 二的话请你到模组 有没有模组打开来 然后在这边打一个什么sub 所以以后呢 以后如果你要做按钮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记得直接在你的模组里面 写一个叫什么 启动表单的一个sub 那你把这个名称打上去之后 有没有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步骤都一样 以后写一个按钮的步骤 都是从这边开始 再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表单给启动起来 那它其实非常简单 它的名称叫什么 叫userform1 所以你自己记得 你就打一个user 你就把它的名称打 大小写不区分 所以你打小写没关系 全部打小写 然后但是怎么确定你没打错 你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有个清单出来 表示你字没打 如果你点下去发现 奇怪怎么没有理你 表示你字拼错了 就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判断 你也打一个show userform1点show就可以了 show的话顾名思义 就是什么 帮我show出来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执行这个 执行 它就出来 那一样 如果这边执行OK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边把这个按钮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底下 然后做什么按右键 去指定刚刚写的那个叫什么 叫启动表单的启动表单在这里 然后把启动表单这个名称把它做变更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启动表 按下去看看 出来 关的话当然不用特别再加一个关闭 其实这边有个XX 就可以把它关闭 OK 不过当然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写一个 那个什么按钮 叫做什么 关闭 也可以啦 你就是写关闭里面的橙色写userform1点什么呢 其实你不能点close 你就点嗨 它有个秀另外对相反就是嗨 HIDE就是把它关闭的意思 OK秀跟嗨 那如果说未来你不止一个表 按下去会跳另外一个直表单的话 那一个是嗨 一个是秀 有没有 这个如果你把那个关闭 另外一个又把它秀出来 这边你其实不只可以做一个表单 你可以做多个表单 只是说那个当然又是另外进阶的部分 就是你在自己再去延伸 其实可以做很复杂的应用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完成了 不过呢 就有同学问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蛮好 他说老师 可是我希望将来呢 打开Excel之后呢 可不可以不要按按钮 最好是可以怎么样 当我启动Excel的时候 它就自动呢 就跳出那个表单了 就是不要让那个使用者还要再去按 因为有时候明明那个边有个按钮 他就是找不到 然后他还要问你说在哪边 OK 最好是什么 一跳出来 所以以后你档案给他 他打开 自动就启动表单就好了 那这要怎么写 基本上 如果你要有这个需求的话 就是随着Excel开启 就自动打开的话 那你可以写在哪里呢 记得哦 写在这个 我们这个专案里面 这个专案里面 特别注意哦 随着这个 这个叫工作簿 Excel本身就是一个工作 有没有 This workbook 那这边有一个 目前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簿 指的就是你现在的Excel档案 那这个物件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控制哦 那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This workbook 那打开之后上面有 有第一个就是哪个物件 就是这个workbook 就是这个工作簿 实际上就是这个Excel档案 然后呢 当他怎么样呢 当他后面就是一个程序 就是一个事件啊 就是当他被怎么样呢 被开启的时候 那做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你就打一个知道什么 就是很简单嘛 当他这个档案打开的时候 那我就把什么呢 这个表单也打开 那我就把程序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两行的中间 那打什么 User User form 1 什么 点什么 点show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特别是要 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1 2的话呢 就是点这边 这个工作簿 当他被open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秀出来 OK 再来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啊 接下来就是 把它 不过 因为他现在 把它先储存好了 所以我要确定说 这功能OK的话 你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再去开启 刚刚这个 关起来 打开 有没有发现 直接跳起来 有没有 OK 所以这边 再开 OK 所以这边开启 有没有 就随着我们的那个 表 就是Excel 开启就自动跳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 接下来就是 重点 接下来我们希望 可以让他填资料 填完的资料 有没有 四个嘛 然后可以帮我填到哪里 填到这边来 有没有 一个萝卜一个坑 然后这三个是要 自动要出现的 而不是说你现在填完 然后这三个自己再用手动去把它玩 不会 所以这四个是从这边填 这三个是跟着他 有资料 然后就自动完成 然后 再把游标 移动到上面来 那他资料先清空 游标移上来 然后再输入下一个 输入下一个的话呢 再去追踪什么 下面这个位置在哪里 然后一样做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该怎么做 OK 其实也不复杂 待会我们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大概刚刚重点有两个 一个 启动表单 其实就一行 所以你就写一个那个上 第二个就是 如果随着你的那个 Excel启动 就启动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写在 Walkbook Open 另外同理可证 以后如果说你有些 VBA程式 你希望当Excel打开就自动去执行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就好 或者是说 你可以写在模组 然后用呼叫的 呼叫的话就call call那个sub 那也可以 一启动就自动帮你 比如你可能前面有一些 前置的范本 前置作业 那就会自动在这边Run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何启动表单